戈爾巴喬夫這一位都是一代人物,世世 但剛才跟我說的話,關於他的報導來說 西方認為他是一個改革的建築師 也說他改善西方的關係 不過我想說所有的事情,我都不太同意 我是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因為這個年代我開始在學習思考 當時最重要的一個看法 不是說俄羅斯,即是蘇聯解不解體的問題 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當時是說到是不是歷史終結 因為當時福山,你也知道 之前是嗅到,他們察覺到俄羅斯和蘇聯可能會進行改革 這個國家可能會親西方 正是一樣的,柯爾巴喬夫 他令我警惕了今天的中國 怎麼說呢?柯爾巴喬夫完全是傾向西方 於是歷史終結由他寫的 真的那支筆由他寫的,不是由福山 福山賺了什麼呢?就說我看中了 所以民主自由國家,民主自由制度才是一個人類最終的建構 沒有第二種的了 2020年整個美國西方的崩潰 對疫情的無能,對經濟的濫用 是否掌握了這個自由民主制度一巴掌呢? 我就看回香港人 我想他寫的就寫得很簡單的 如果你說歷史終結 這個蘇聯崩潰是歷史終結 其實我也可以學福山寫 下一個的歷史終結 將會是美西方,或者是美國 都將會崩潰 再清楚是自由民主這個制度出現了問題 我們就用這個事實去看 所有的事情現在在互聯網世界 大家一清二楚 無論新聞好,無論資訊好,無論智庫分析也好 但問題是香港人是很不服氣的 或者根本上都根深細故就說 嘿,我就不會用這個實事去看了 於是會用唯心法 拋出來就說,其實福山不是這麼說的 歷史終結其實就說說 其實就算你看到現在西方民主自由 有些什麼的破釋都說 其實福山是用他高超的所謂的哲學思考 去證明到人類最高的境界就是民主自由 很唯心論,我也免再說 同一時間就說我要警惕這件事是西方精神主義者 怎麼你也覺得福山說這個自由 這個叫民主宗結是對的 那位巴喬夫真的倒塌 是代表了整個美西方的勝利 我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要緊,我是沒有人 不過說一下這個意見就是 我想警惕這件事就是 關於8月29日這一天 我剛才說過我很重視這天 因為我小時候 香港從那幾天好像有假放 很開心 放了一架 可以在家裡休息 但這天原來都比較少注意 後來是梁振英 就在他的面書 他說說8月29日 原來這一天 是南京 條約的簽署日 也是各此紀念日 應該說 1880年已經發生這件事 不過再加多兩年之前 其實整個中國民族復興 引指來自1840年 當時1842年就是 中國和英國 即清朝和英國一連串的 所謂的法國的戰爭 這個戰爭 也是從來沒有過我們 所謂的中國這麽強盛 當時曾經強盛的國家 遭到1840年是首次失敗 也是各地賠款 所以南京條約正式告示了 清朝或者中國歷史的盛勢結束 而開始接受到列強 我小時候最反感的兩個字就是列強 這個列強就不是 我天生對這個字有什麽敏感而是 不是好像周星馳那麽三叔 你會遮住深圳 列強這個字就是讀中國歷史 老師教授說這個是我們的恥辱 列強是瓜分我們的中國 所以我都相當受愧了 為什麽每年的8月29日 我記得去香港重工日 為什麽我們正式 如果我們要搞術士 要搞國情教育 為什麽沒有一些比我更加有見識 有見地或者記得有幾億的人 去看一看 好像梁振英先生那樣 看一看 8月29日都應該出來說說說說 實際上這件事不是真是讀歷史 或叫藍一條 這麽簡單 實際上我們今時今日要奮鬥 就因爲這1882年之前我們遭受到的確似 我們遭受了一個叫象徵性 這個象徵性的戰爭 就是象徵了我們中華民族衰落的 但是我們很快不用二百年 我們已經是再重新走向復興的道路 這件事也是我想是歷史上比較罕見的一個動力 這些很多教育的事情我不說了 就看看建制派或者這個政府怎麼做 就是明年的8月29日 不知道梁振英先生會不會又再重提 因為可能不提了 大家都會覺得沒事 好 中間插一插 就說一下現在很多學者 都有一些很奇怪的言論 這位學者就是在美國的紐約的 艾德菲大學的文理學院的院長 政治學教授叫做黃慧晶 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黃慧晶先生就提到一件事 就說在這個美國之音室上訪問的時候 就說貝洛西事件引發到中國的 越來越嚴重的一個所謂的威嚇 就是外交威嚇 就是軍演 他都說台灣基本上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從來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統治過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就是 可以稱得上台灣實體上已經是獨立了 所謂獨立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實體 這位是美國人應該是 他這樣說也挺有爭執 他再說到所謂一個中國 這件事其實只不過是 就是隨口說 什麼一個中國 只不過是 可能他說 那些新疆博士當年就是 立正的服務給毛澤東 因為為什麼這麼恨 要跟中美建交 我們於是美國就跟台灣斷交 布格納灣條尾 但是台灣是實體上是獨立的 這就是言論了 所以在美洛西事件裡面 再引起了一個新的議題 就是越來越多人舉出來說 不要說一個中國 不要說什麼中美聯合公佈的 立正的服務 真正存在的就是台灣 是獨立個體 或者是獨立國家 很多議員已經去到台灣 已經說台灣是國家的 這個攻勢又越來越 就是破搶效應 就是這麼簡單 術士的功力 始終美國是挺應酷的 同時也有訪問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專家 這些專家說 聽說是以前在加工方面做過的 現在去了美國 就說 習近平的第三架連任 他會在第四架要求 即是會有第四架要求 他最大可能在第三個任期裡面 要求對台灣動手 2024 當時是台灣大選 美國大選 這個空槍期 就是他最佳出擊的時間 所以未來三年 他會補充軍事的短板 同一時間 台灣也會加強軍備 於是這個地區會發生很強烈的 所以軍備競賽之後 越來越危險 此其一 好了 講完這個台海之後 暫時停一停 講一講 這個人物 叫龍英台 我想他大概在蘇聯解體前後的時間 都非常走紅 因為他的書叫做龍英台 龍英台的書相當出名 叫做野火集 最強烈的一件事 就是說 用西方的優越 去把中國 台灣等等 所謂的不示 或者落後 是很形象化 很批判性地表現出來 最近他 新學期開始了 山東青島 就是這個地方 傳出說要有些書 會不讓學生看 就是禁看了 其中之一就是龍英台 在8月30日通過臉書回應 說 被你禁止我的光榮 我都不知如何是好 80年代看過你的書 你說當時西方是優越 無限優越 中華民族無限悲哀 無限所謂叫做退步 衰落 對的 因為1840年 就是一場的割齒 一場的衰落 我認同 但是 亦都會說 歷史終結論 這件事 2.0 現在你要看到 就是 我們中國 已經是逐步復興 我不是很同意 大家說 我們是什麽司法 什麽西方 或者 大家說這些 近代史 其實我們不斷學習西方 如果真的我們不斷學習西方 的話 其實 中國現在還是很清朝 一定是 不需要說中國文化 和西方文化 其實我們有什麽可以兼容 這些是過去要談的事 真真正正的未來 這個走向是怎樣 我們看回這20年 中國能夠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 不是看書學回來的 不是取經學回來的 沒有這回事 我們是走出來 摸著石頭過路 我們用我們的實體 用我們整個民族的代價 去一步步走出一個經濟的復原 去到就不是一共二百 我們的第一桶金 所謂叫做原始資本積累 是來自犧牲我們自己本身 作為世界工廠 因為很多環境 很多的所謂人口紅利 是拿出來 我們不是用殖民去搶取 所以你不要笑 阿龍兄台 你不要笑 現在我看到你 非常愚昧 你有沒有看現在近代 現在這個用路走出來 中國模式是怎樣 你還在大江大河1949年 你有沒有看過2020年的衰落 歷史終結是有2.0版本 2.0版本就會西方 因為真的無以為計 為什麼無以為計 你看它濫發鈔票 因為你每一次的經濟衰退 都需要把這個重新分配的資源 希望將最大的利益 又去回這個所謂利益集團 你已經去無可去 美國已經M型社會 已經走出了社會分裂 社會撕裂 這個民粹的政權 已經很難以再維持 現在再搞去傳求化 跟中國是對著幹 剛才阿杰你講到 終於搞了一個大陸 就是中國、伊朗 和俄羅斯的可能傾向一線 這個就是布爾津司機 在大旗本裏面 一再警戒說這件事 雖然很難有機會發生 不過如果真的發生了 就很麻煩 所以 起回這個1840年這個事件 或者我們講的這個南京 條約殲處 是一個重要教育的一個機會 我都很慚愧 我都沒有意識到8月29日 原來不是因為我小時候 經常放假這麼開心 其實這個是很沉重的一天 大家好 巴士的步的新服務 石樓台已經推出了 蘋果和安卓APP 訂戶可以用APP 來下載石樓台的獨家內容 不用連接網絡 都可以離線收聽收看的 我李童和盧永雄 在石樓台那裡 不僅和大家一起 測局、評論、分析時事 還會和大家分享我們的親身經歷 和所見所聞 有朋友問為什麼我們叫石樓台 其實石樓就是超級食物 對身體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例如抗氧化等等 我們希望石樓台成為你們 頭腦和精神的超級食物 令到你們的眼光更獨到 視野更廣闊 石樓台是你們的超級精神食糧 你也可以去石樓台看看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都可以找到石樓台 多謝大家支持